就是日本 他們都會把書畫寫成這樣 一種紅包正著看到著看 有兩種意思 民眾看了新奇 賣紅包的業者也在一旁講解 還很清楚是來自日本的雙印字 業者在中校敦化8號捷運出口旁 租下店面賣的全是紅包 不過卻被眼前網友發現 這其實全是抄襲的 網友臉書寫下 看到日本創意海報感到佩服 不過看到國產免費致敬 卻感到無言 因為這是日本高中美術科教師 藝術家野村一成所設計 就拿紅包跟當時野村一成 參加日本賽庭比賽的兩張海報相比 上頭的字全都一模一樣 只是紅包上多加了英文小字 而當初野村一成 就是運用雙向圖概念 中文字上下顛倒 挑戰變成勝利 最強變成戰場 妙的是網友PO文隔天 設計作者本人野村一成也看到 親自在底下留言說 他不允許任何人擅自將作品變成商業行為 他正在思考為了保護他自己利益 需要做些什麼 等於是直接否認有授權 給其他人製作成紅包 不過業者是這樣回應 有修改過似乎也行不通 照樣也是違反著作權 民眾也覺得這樣行為真的不太好 畢竟是人家發明設計的東西 可能會覺得不太好 畢竟有智慧產權的問題 對 取決於一開始設計師的部分 別的人設計作品 看中的就是創意點字 盜版出版一張還只賣三十塊 要設計作者本人如何驗得下棋 TVBS新聞 莊奇緣 台一輪 台北報導